金钞 冰冰 一勒 这报纸还看不看了 我说我不看了吗 拿着看你 这水凉了 我给你加点水吧 我自己开玩笑 别别别别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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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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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小姐 请问你在干什么 你好 我是晚报记者 我想了解一下 这家方号广告公司的具体情况 这家公司没有人 我们也不大了解情况 好 谢谢 回来了 什么事电话里说不清 非要让我回来 我不是说了吗 最近咱俩要少见的 有件很蹊跷的事 今天公司大楼的误碗给我打过电话 说有个女记者找过我 记者 她叫什么 误管说看了她的记者证叫什么 李 李小曼 李小曼 怎么样 你要我帮你查的那个人已经查到了 我亲爱的 你也太能干了 所有资料全部都在里头了 这个叫徐浩的确实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 我去实际查访过了 不过这个广告公司呢 是一个空壳公司 也就是皮包公司 叫什么公司啊 方号广告公司 方号 我想起来 我见过这个李小曼 在阿伟还有爱雨的婚礼上 她是伴娘 那她来找我干什么呀 那还用问 爱雨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她在调查我们 那爱雨不会向上阵公司去告发你吧 她真不好说 你说那个徐浩是你婆婆的肩夫啊 没错 但是徐浩可不是什么肩夫 她是临方正儿八经的 初恋男友真命天子 那你这个婆婆大人也太贪婪了吧 雨和兄长都想兼得的主 看来你说的没错 她嫁给你公公啊 肯定是另有目的 哎 小姐 你们家 不会太拼了 你不用担心 这兵来将党水来土焰 如果她临方 想对我和阿伟无力 我是不会让她得逞的 但如果她只是想从上市捞到一笔钱 那我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可以给我那个好色的公公和花心的老公 一点小小的教训 要儿子回来了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呢 快坐下我给你盛饭去啊 不用我不想吃 嗯 怎么啦 怎么啦 妈你把领带和媳妇都给我收好了 以后我再也不穿了 为什么呀 妈你知道他们昨天晚上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吗 就是因为这身媳妇 他们这帮人一个比一个脑子转得快 一个比一个会联想 先看着杨总找我谈话吧 然后再听说杨总夸我两个年轻有为 再看我换身行头 居然就以为 就以为 算了不说 哎呀 怎么了不是 难道说就 没有想提吧你的意思啊 她要跟我说明白我倒想通了 可是 我就当生活跟我悠了一幕 小曼呢 赶紧给你爸打一电话 是问问怎么回事 让他赶紧给想想办法 妈 我觉得咱们就别把这事看得太重了 依乐要是能升职呢 当然是好事 他要升不了呢 也没事啊 那他们这种国营单位 和我们这种全员招聘单位 是不一样的 能力强的也不一定就上得去啊 哎呀小曼呢 你不懂 你说这个男人总不能一辈子 你说就这么露露无为的吧 哎呀我看她 有没有出息啊 也得看看跑那个老婆 忘不忘书 小曼 你啊 这样还是 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清楚 让他给想想办法啊 妈 你就别难为我了 我答应过我妈 不要我爸一分钱 也不让我爸帮我办什么事 妈今天这么有空 找我一起来欣赏夜景 大家都是聪明人 就不用让弯子了 你今天找李小曼查过许昊啊 没错 我是叫小曼去查了他 都查什么了 没查到什么 你那么谨慎的 我能查到什么呀 艾雨啊 咱们之前是有言在先的 做一对互不干涉的好婆媳 你今儿找人查许昊 这算怎么回事啊 我原本是打算跟你互不干涉 友好相处 是你林芳步步紧逼 先是假借维护公司利益的名义 把阿伟身边的人都给开了 接着呢 又在绿帝项目上让阿伟出尽了仇 是你林芳先破坏我们之间的盟约的 那你想怎么样 在你未来的公公面前猜我一本 那倒不至于 我要真想告诉我公公的话 婆婆大人您 恐怕也不会这么轻松地 坐在这儿跟我聊天了 艾雨啊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跟徐浩早就分手了 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关系 那方浩公司怎么解释 那是我们分手之前注册的公司 我们虽然分手了 可是公司名字还是留下来了 阿方啊阿方 到现在你还在骗我 看来你已经不把我当朋友了 是你一直没拿我当朋友 自从我们一起嫁入上家 我一直努力地想跟你和平相处 你呢 重色轻友 是 我是逼过韦志 可 可 这不代表我针对你啊 你别傻了艾雨 你跟韦志的婚姻 和我和上镇国一样 本来就是一场游戏 别把它玩真了 就算你告诉上镇国 我也不怕 就算你告诉上镇国 你有证据吗 你觉得他是会相信你啊 还是相信我 来 哎 雨姐 哎 雨姐 哎呀 对不起啊 我在家呀 请求其方案的 我一携我就把咱俩那事给忘了 没关系 来 喝什么 还是卡普清诺 还是你了解我 小姐 一杯卡普清诺 累死我了 你有事找啊 请你搬个忙 小齐 帮我查一下这家公司 跟你们公司 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 小蔡迪迭 很愿意为您效劳 夫人 辛苦您劳人家了 小姐 您的咖啡 可来了 谢谢啊 请慢用 没有 没有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许总 你看我们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您对我的工作能力还不放心啊 好好好 我明白 你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啊 好 要这么设定了 林助理 您怎么在我办公室 我有份文件需要您过目 我看您没在就放桌子上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出去了 小曼 姑奶奶 您怎么才来啊 还好意思说我 哪有你这样的 大晚上的限低了 你不用在家陪你老公 还不许别人陪你 我有重要的事 我又发现了婆婆一秘密 帮我拿拿主意 什么秘密啊 你看了就知道了 仔细看啊 找到了吧 你那个婆婆跟徐浩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还真不像他说那么简单 可不是吗 而且公司好多的大业务 都被他分包给了方浩公司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现在和徐浩已经分手了 但他这人念旧情 所以老暗中帮助他 以我的直觉 和对他们两个感情的判断 对事儿没那么简单 而且他们对上市公司的企图 也绝对不会仅仅限于 想从公司分包一点业务 那你打算告诉张伟之吗 算了吧 你说就这点证据 只能证明他们两个 有些什么伤亡了 也证明不了他们两个 真有其他的关系是不是 你说我这样茂然地告诉阿伟 那不就是挑拨是非了吗 这好歹啊 他也是我大学四年的同学呢 又是婆媳 是啊 大家都是女人嘛 他也不容易 说得也是 说得也是 我这找你来商量也对策来了 你怎么前头草啊 没有啊 你这不是心里都有主意了吗 小曼 晚上下班我就不来接你了 你自己回家路上小心点啊 你又有应酬啊 哎呀 公司今天来个重要客户的领导来视察吧 这杨总肯定要接待 一接待肯定要叫上我慌啊 你们杨总最讨厌了 最近应酬老是叫上你 我也不知道 我也特别谈一种硬的 规计特别多吧 吃还吃不好 简直比上班还累 儿子 你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 这种重要的饭局 那你说谁谁谁 就能有资格随便列席的吗 您等为什么每天饭局 都想着叫您 说明什么呀 说明对你信任哪 妈 这种饭局都得喝酒 您儿子不能喝酒 您又不是不知道 不能喝你就少喝点 一丝一丝就行 但这种应酬 儿子 您得多参加 在酒桌上 这特别容易跟领导建立感情 酒桌上建立的感情 也能当真的 您真懂 你当真不当真的 你不得跟领导处好关系啊 是不是 你看你爸就吃过这亏 你这一辈子 当了普通的工人是不是 爷爷吃过这亏 你全国劳动模范 提干的时候就关一户给顶了 妈 奶奶 你们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你们那个年代呢叫做计划经纪 大家都吃大锅饭 那所以呢 那想升职当然得拼关系了 可是我们现在呢叫市场经纪 这个竞争这么激烈 主要还是拼实力 小麦啊 像现在我们那个公司啊 还是国营企业 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 儿子 你也听我的啊 努力工作是对的 但是关系也得讲 别假装清高 是 学会来事 对 这块儿呢 这真大啊 这块儿 挺好这里啊 嗯 不是啊 咱们这样来求清江公不好吧 要清江母知道还不得生气啊 怎么不好啊 李东梅 他他他他生气 你由他生气啊 他跟前夫斗气 就不允许咱们跟清江公来往啊 说了 依乐生了职 他女儿跟着享福啊 是吧 哎 一会你不好说我说啊 那你说啊 我说 嗯 你看你们 来就来吧 你还带什么东西呢 都是那个不值钱的小礼物 清江公 清江母 别嫌弃就好 帮助依乐 是我分内的事 也是我的责任 这关于依乐的事 我是专门跟杨总通话沟通了一下 哦 这个最近啊 这个单位里 有一些对他不太有利的传言 所以这个提拔的事呢 暂缓 但是回去一定要告诉他 还得保持继续地好好表现 哦 是 哦 那就是说 就这事还有希望啊 那当然了 毕竟宣传科那几个人工作能力 一乐是最强的呀 哦 哦 哦 这孩子啊能力还是有啊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好 杨总 好 我再替我们梁总敬你一杯 希望咱们两家和和气气 共发大财 好 说得好啊 一乐 我已经喝到位了 实在不能再喝了 你帮我喝了吧 一乐 叔哥 我先干老 好 好 痛快 一乐 各位领导 干了 干 干 对了 一乐 你啊 再带我向梁总 寄一杯 梁总可是我们公司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对对对 对 梁总 梁总 我今天 我今天实在是喝不了了 要不然我真就喝了 梁总 一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俩的任务 就是要陪梁总 喝好 吃好 对对对 对 对 方主任啊 这是咱俩的任务 那你干啥老让我喝啊 我比你喝得多多了 一乐 你不能喝了 一乐啊 你不能这么说 你正当壮年 想当年啊 就这酒一顿 两斤 方主任 您今天您还喝两斤 您 您 还是壮年 我比不了解 我不能喝了 真的放这两斤 您喝 哎 老方 算了算了 梁总啊 都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可是我今天看到 你的手下呀 这酒量 比我的手下 可差远了 梁总 鸡将法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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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乐 请起 别让梁总笑话咱们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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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乐 一乐 你听我说 你不正在竞聘宣传科长吗 多好的表现机会呀 喝了 来来来来 快快快 这边有关系到你的前途啊 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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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总啊 我又说嘛 这年轻的酒量就是酒打 都是给练出来的 对对对 年轻就是不好 来来来 来来来 叔哥 我 应该是未来的书科长 我也代表我们梁总 再敬您一杯 先干为敬 别别别别 一乐 一乐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 坐下 一乐 听听 这话多吉利 喝了这杯酒 宣传科长就是你的 这个好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 啊 一乐 一乐 喝了这杯酒 宣传科长就是你的 宣传科长就是你的 宣传科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应该是未来的书科长 书科长 你到底的钱多啊 你把我当算死呀 是不是 不就是当个科长吗 啊 干啥非得喝酒啊 是吗 身旅座 ike 浩自家 贴猜 kers 啊 依乐 在哪儿啊 啊 行行行 我知道我知道 那我马上过去啊 依乐怎么了 依乐 妈 我爸来电话说 说依乐今天晚上喝多了 在包姐里大闹 杨总都下不来台了 杨总给我爸打电话 让我赶紧去接他 那我先走了啊 快去吧 快去吧 好好好 你路上小心点啊 对对对 娇姐您好 哎 您好 请问微博帮箱怎么走 好 请跟我来 哎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你是 啊 我是舒依乐的爱人 李小曼 我附近是郭向东 依乐喝多给你们添麻烦了吧 我来接她回家 你是依乐的老婆 嗯 老房啊 那刚才那位是 啊 刚才那位 是这样的 依乐呀今天喝多了点 我送她到外面的西安区去休息 我呢 就去了卫生间 等我从卫生间出来呀 正好看见一个美女 扶着依乐进了电梯 我正还纳闷呢 依乐老婆效率也太高了 杨总刚给郭主任打了电话 人就到了 谢谢啊 不是 你说什么 那个依乐让 让 让一女的给接走了 那 那是谁呀 我哪知道啊 杨总和方主任 还以为是她老婆呢 没事 我先打个电话了 对对对 打电话了 爸 不用打了 她关机了 小曼呢 你别着急 肯定是啊 一个在工作上 遇上不顺心的事了 撒完九封遇见个熟人 说这话发泄发泄 你别想太多 对 她工作压力大 那为什么不能回家跟我发泄 非得大半夜去找别的女 哎呀 小曼呀 我的儿子我了解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花心 你呀就别瞎怀疑她了 但是我现在担心什么呢你知道 我就担心啊 你说她这么一闹 竞品歌掌的事再黄了 小曼 要不然就跟你爸打一电话 让你爸给周旋周旋 妈 这大半夜的依乐跟谁在一起 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你不担心 你担心他竞品歌掌的事 哎呀 他一个打男人 他能吃什么亏呀 真是 这不用担心 真的 我想你还是跟你爸打一电话 让他跟杨总解释解释 打什么电话呀 今天舒逸乐要不回家 明天让他带上户口本结婚证 跟我去民政局 哎 你 这孩子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少说两句啊 你会说 你张嘴就埋怨我 是吧 祇乐 拉上轮你拉起来 来 你说等会儿啊 慢点啊 这多少啊这是少 这多点 来来来来来 拉上轮你拉起来 来来来来来来 小曼 慢点 你不去孩子 你说你怎么上哪儿啊 慢点慢点啊 你拔钥匙呢 妈呀 这么晚回来你说这孩子 小脉呀你说你 你还说他 你还说他不回来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还说找美女 你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走走走 快点进屋 快点咋 这内活干嘛呢 喝了喝的多啥 你这吴也走着 这孩子真是个小孩 你看怎么中备这孩子 哎呀 妈 妈呀 别生气了 怎么回来了嘛 就多喝了点酒 没事 那个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起来呢 给你爸打个电话 你以为人家傻呀 还把人带回来 妈 你别瞎猜想 你这没凭没据的 我哪是瞎想啊 我刚在阳台上 看见艾宇正往外走呢 他今天晚上 就是和艾宇在一块 我说怎么半夜不回家呢 原来被劫色了呀 起来 起来 书一乐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起来 哎呀 你看 你起来 滚 胖了我 姐姐 喝多少酒呢 是啊 小曼你别记晓他喝多了啊 喝多了 妈 小曼啊 妈啊 小曼 小曼你不能找小曼 你这件事啊 我给你爸会给你做主的孩子 对 小曼呢 我们一定给你做主 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听他的 就唯独这件事情 我们是帮你不帮亲 他要跟艾宇 毋断私连的话 我们宁肯不认这儿子 我们认你啊 小曼 对对对 爸 妈 妈 谢谢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吧 不能强求 咱如果还是对艾宇念念不忘 那我们俩在一块也没什么意思 小曼 你们也别说他了 等他醒了以后 让他自己想清楚吧 我先回娘家住几天 没事 妈 小曼啊 你什么曼啊 小曼啊 你听我说啊 小曼 哎呀 你要唱不得哪出戏 真够巧 一会儿上台 一会儿下台 你说 也睡点觉都不让你睡 你这深更半夜干啥 妈 妈 小心 小心 妈 小心 这 这儿来啊 这 这儿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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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慢一点啊 小心 小心 来了啊 小曼 你 你出什么事了呀 你是不是跟依乐吵架了 婆婆欺负你了 要不就是你那太婆婆欺负你了 啊 哎呀 妈 你别问这么多了 哎呀 妈 你就回去睡吧 我这正烦着呢 不 这孩子 哎 哎怜念 嗯 哎呀 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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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aye呀 哎呀 哎呀iC 哎呀 都听不上去 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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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都 igual会了 又 Это醒了啊 哎呀 醒了 哎呀 醒了这 哈哈哈 哼 没有啊 没有你就 你就骗我吧你就 真是的 没想到你心里 怎么还念着这碍语啊 昨天晚上你跟他上哪了 怎么那么晚才回家呀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还想骗我啊你 看你平时对小曼这么好 没想到你说 你这心里还念着 你这水性洋化的女人 妈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行行行 我误会了 关键我误会不误会 不要紧 那不 小曼 昨天赌气回娘家了 昨天我坐这儿一宿 这看着你 吐得那厉害 你想累死我呀你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下午就把小曼接回来 不过你真误会了 我们公司昨天在喜庸门宴请客户 艾宇呢他们正好在边上宴请他们报社的广告客户 人家看我喝多了好心情给我送回来了 那你撒九分是怎么回事啊 别跟我提不着 这事是烦 你烦 我还烦呢 就你 就你这么一闹腾 我告诉你 你静静科长的事 你就泡汤了知道吗 泡汤就泡汤了怎么了 我 我就当一辈子小职员怎么了 我就当小职员了 当一辈子小职员了 我也不愿窝窝窝窝当当这科长 我凭工资正吃饭 我凭本人吃饭 我干嘛呀 我弄得跟三胚女似的 我陪他们喝酒 我还得陪他们吃饭 我还得陪他们笑 还得踢踢不踢拉抖 我跟你说这孩子没出息劲儿 我这气死人简直是 不是妈 你晚上都没给我换衣服 这衣服今天怎么穿啊 我弄得动你妈 行了 来 吃酒条 你收一下 怎么也得吃点啊 人是钢 饭是铁 也为了一个臭男人 伤了自己的身体 不值得 妈当年被你把甩了 也是气得一天没吃饭 但到了晚上妈想不通了 硬是撑起来 留着眼睛吃了两大碗面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你多少也得吃点 等你吃饱了 妈陪你去找一勒孙章 你别去找她 还是等她自己想清楚吧 这酒啊 就得少喝 儿子 你喝多了你就 走吧 妈给你熬了 醒酒汤了 儿子 谢谢妈 喝吧 喝吧 喂 什么事 说 对不起 我不舒服 我干不了 我跟你说 我不舒服干不了 听不懂啊 不是啊 我呸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不就昨天晚上喝多了说几句实话吗 怎么着 觉得我没信了 就想让我头上拉屎了 不是儿子 这出什么事了 这谁啊 谁来的电话呀 老黄 老黄 哪个老黄啊 就是上回拿着礼物到咱家求我原谅他坐这儿那个老黄老黄狗 就是就是在办公室跟你唱对台戏 完了上次一听说你要当科长跑咱们家来第一个就送礼来 就是他 不是他一直在求你吗 对啊 怎么回事啊 这不嘛 这当科长那个选举不是结果还没出来吗 但是杨总一吃饭一有饭应酬就叫着我 他们就觉得有戏 就每天毕恭毕敬的奔热情 每天对我笑的就跟狗尾巴花伤的奔热情 那关键那电话里刚才说什么了 肯定是听方主任说昨天的事了 这就觉得没戏了 这就原形毕露了 居然 居然让我敢写一篇稿子 完了 就这事 你这孩子 哎呀 你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为人处事啊 我多大点事你跟人这么嚷嚷 就这么什么 不是妈 你不知道 这稿子本来不是我写的稿子是他的任务 就不是稿子的事 他打电话目的就是 落井下石 阴阳怪气 冷嘲热讽 幸灾乐祸 就他就他 你 你 我 我跟你喘不了这气我 好 乐儿 让你写你就写呗 这充分体现出你的才华 是不是 你写啊 你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哈哈哈哈 亲家母 来来来 喝杯茶 消消消气 其实真的 其实这都是一场误会 误会 那依乐连电话也不打呀 你不知道这孩子都醉成什么样了 这不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吗 这一起来赶紧上班去了 我们倒是 我们催着他赶紧给小曼打个电话 可是依乐说啊 电话里解释不清楚 想晚上下班呢 亲自登门找小曼的解释 再把他接回家 是 小曼说依乐昨天晚上陪领导喝酒失态了 那他这个生殖的事 完了 真的 完了 肯定是没戏了 就这孩子吧 你别平时看他这乐乐呵呵的 实际上是 是个倔毛驴 你得顺着毛驴 一点这劲都受不了跟你说这孩子 咱家依乐适合当官吗 你说当初我就因为没当车这官 你在我耳边唠叨一辈子 逼得我好几次都崩溃了 现在倒好也开始逼儿子 什么呀 初见见 什么叫我逼儿子呀 你这人真是的 咱说我逼的为什么 我是为我好吗 我是为孩子呀 你以为那官那么好当啊 那得在什么场合见什么人 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 那倒是有讲究的 依乐行吗 就昨天晚上那应酬 几杯酒就把驴脾气给灌出来了 她是当官的料吗 亲家公说得是啊 亲家母 依乐当不了官呢 咱们就算了 咱这做父母的 不能给孩子那么大压力 对不对呀 试个千里马就让他跑 试个驴呢 就给他套一辆车去拉着 这样才能发挥他的长处 对不对呀 这话是不是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是事在人为 还有就是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 你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了 这脑袋自然就转弯了 是不是 亲家母 等等 喝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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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